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我们回来第二节对话和人 刚刚上午5号回来了 很多新闻 很多令人着弱的新突破 很多人都会说 登月又怎样呢 美国人几十年前都登月 我们现在还去做 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何仁先生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呢? 我自己觉得 月球肯定是地球人 太空之类的第一个目标 所以就算美国在几十年前 已经登月了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 这样抓不到第一 你自己就不能不搞这件事吧? 不行的嘛 所以中国也会全力去搞的 其实现在中国一步一步在追着美国 似乎经过上午就已经追到又近了一步了 上午计划 上午计划探月就是 就是遥落回三步 先是遥月飞行 然后登月落去月球表面 然后现在走完就是三步 就是回地球 三步走完证明中国去月球 然后登月之后翻回地球 这种技术是有了 所以我相信大概在十年八年之后 再人登月中国就会做的了 甚至会做得到的了 所以登月上午五日 这件事给中国人很大的兴奋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中国的人 似乎真的有一种 大国国民的心态 已经起码在门牙着 这次上午回来 很多有趣的故事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刚刚落地球的时候 相机显着它降落 在一个镜头面前走过一只小动物 官方的媒体报道的时候 提了这一句 第一个发现上午五号的小动物 于是大家在追问这只小动物到底是什么 是狐狸也是兔子 那常午的总指挥就很幽默 肉肚翻来 但是又没有告诉你这还说是什么 但是这个跟中国的常和登月这个全舍 结合上来是很有趣 那常午落地之后 要运回北京的科学院来开仓研究 那回去的时候 是用一些很老土的仪式 一辆大卡车装着它 那常午的回收仓 竟然就穿着迷彩服 一落地的时候 才穿着棉衣丝 保温 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穿着迷彩服 他还扎着一座大红花 非常老土 但是全国的这些网民 都在用一种很轻松很愉快的调刊 还有一样东西是最过瘾的 突然间这些研究团队就发表一个消息 对十四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呢 原来研究发现 月球上面的土量月仰是没有有机物的 所以是不能够种菜的 一直以来网上都是流传的一种看法 就是种菜是中国人这种农坚民族天父来的 天生就有这种才能来的 一听见月球上面是不能够种菜 搞到十四亿人心碎 大家都是用一种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一种方式 来讨论上海五号的回归 证明了中国人现在这种心态 真的的确是轻松了很多 幽默感了很多 所以今天这次上午的回归 给了全国的人一个狂宽的机会 大了个像加莲华那样 挺好玩的 嗯 好了 还有一点时间 几分钟和我们讲讲这个 最近好像中央对互联网企业的龙头也有新的指示 没错,互联网金服前一段时间搞得很灰灰扬扬 中央于是约翰,谈过之后,互联网金服暂缓上市 现在这件事的最新的进展,就是蚂蚁金服接受了监管当局的意见 将它的网络的存储业务下架 现在新的客户想上去通过网络在蚂蚁金服那里存款 似乎是有些问题了,暂时就不收了,收缩了一个规模 整件事本来蚂蚁金服这种推行的小型贷,消费贷 这种贷款隐藏着极大危机,大家都知道了 跟美国的次贷,08年的次贷是差不多的,经营手法当然有些不同 但是最后会造成的后果差不多一样,就是这些这样的银行好 蚂蚁金服这种网上的所谓网络也好,都是跟不上 资金链一断绝,马上会造成极大的金融风暴 跟美国的雷茂兄弟差不多的,所以中央一约谈的时候 马去金服,马上就剩下输了,不再搞了 马云本来在上海有一次讲话很囂張很牙策,指责当局 但是一约谈之后马上就收声,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都没见过,现在驚动到党中央,习近平都说了 坚决不能够给资本来到垄断左右我们国家的政治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 我想怕现在还没说是放弃的,但是基本上都冻过水了 我觉得这件事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也在向美国学习 好的当然是吸取它的经验,不好的好像这种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的东西 就吸取教训,所以也证明了一句有一个看法 就是美国以一流的人才去搞商业,去从商 二流的人才去从政治国,而中国刚刚相反 一流的人才在资国监管着他们,美国就是出了问题 先正想办法去救,而中国现在在这个问题上 起码就是未出问题,我看到你会出问题,我现在禁止你,不要再发展下去 所以蚂蚁金服,我相信包括阿里巴巴系的那些金融机构,金融产品 都是会收缩规模,不要被它无罪地来确张 从而保证中国民间,起码在民间企业里面 不能够造成金融危机,搞到对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 我觉得这个最新的进展,似乎是向着正面方面发展的 嗯,好了,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下个礼拜我们再谈过了,好,多谢何仁先生,多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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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听 收听